兄弟们好啊 今天依旧是赛季末皇冠单牌局 号码上基础分就要打完了 都赛季末了 这皇冠局真的很容易打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运营思路啊 我先挑点直接选这个科学馆 放心 赛季末了基本都是那些不会玩的 这边落一楼啊 简简单单啊 进楼搜一下 听声音 科学馆是跳了很多人的 拉出来啊 我们拍子只有两发子弹 哎 顺便又打住啊 不急换枪 来一波妖射 直接给他带走 兄弟们 好像科学馆没有人了呀 兄弟们 但是往上走的时候好像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哎 地图上有脚印不急 瞄准他要下来的位置啊 一波妖射 给他带走 你看看 兄弟们 这第一个圈还没开始刷呢 这科学馆已经没有人了 我已经无聊到在上面乱走了 复活时间都结束了 还没有人来 我们只能出去找人打了 兄弟们 一声音前面有个车啊 一波扫射 这波只扫中他一枪好像啊 让他跑掉了啊 不急 没关系 这应该好像停车了啊 我们直接压过去 看样子他在打药啊 哎 他好像要上车 不急 等他一下 上车了啊 直接打 然后一缩子过去啊 直接给他带走 然后我们又拉到这个圈中心了 这个三楼是有个人的 你说他对吧 他又不敢跟我对 我不跟他对的 他又要偷我啊 这些人你说这要干嘛呀 我真服了 后面来脚步了 我们直接过来跟他打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喷子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当时感觉也有点不对劲啊 但是我也没考虑那么多啊 直接出去一喷给他带走 即使啊 这个喷子设置错了 设置了松手开火 我还在这试呢 怎么感觉这喷子怎么有点感觉那个有延迟啊 然后我就在设置里把那个十字弩给关掉了 喷子其实是没有关的 哎呀 我真服了 这导致我一整把都是松手开火 哎 真服了 哎 听声音后面来车了 M4红点 一波精准的扫射啊 给他带走 哎 好了 要缩毒了 兄弟们 哎 下面这个就是刚刚偷我的那个 哎 一波扫射给他带走 拿下本场的第一位埋态王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压 哎 这个树后面还有一个 看一下 哎 他刚好走 没事 他漏了 他在打另一个人啊 这给他脱掉 就在我要进圈的时候 哎 这个毒外好像传来一声脚步 这个时候我还是松手开火呀 导致我被他给打了一枪啊 但是没什么关系 来 一波扫射给他带走 啊 没错 喷子扫射 喷子扫射 来 没 别急打药 这个毒已经非常疼了 下个圈直接就八秒 我们一定要注意打药的速度啊 这边我选择啊 先起烟再打药 这边我们血量不多了 先扎一个急救包 毒来了 打完急救包 我们就得往前压了 不急啊 烟一定要续上啊 再给前面封克烟 这边我听到左边好像有一丝细微的脚步 哎 看见了 跟他拉扯一下 一喷给他带走 这个时候我感觉喷子还有延迟 给我搞得有点不自信了 其实上面有一个 我们先给他捏颗雷 看一下这颗雷能不能炸到啊 应该是炸不到的 再给他拉一颗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具体位置啊 第二颗 我们往前拉一下 哎 看一下 好吧 还是没有 再拉一颗雷 我真不信了 三颗雷还炸不着你 好吧 烟也是散了 看来也是没有炸到他 我们直接上去跟他一打一 这个时候 哎 他怎么被毒死了 这个毒只有两秒钟 最后一个赶紧把最后一个找出来 这边的话没有发现 我感觉就在死的后面了 哎 一盘给他带走 成功拿下本场的小蛋糕 好了兄弟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来学单排运营技巧 你应该这样 还不能这么快 停车吧 现在 再件婚来就是了 我可以这样 好 然后再次咱俩ced了 再警告 那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这样 只能 resource 我可以这样 一眼 多? 再来 我没这样的话 我可以这样